生活有的健康有料 欢迎收看 养生我知道 好 现在的季节是冬天 转换成春天 很多人生病 尤其是在这个阴雨的天气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呼吸道很不舒服 肠胃道也不好 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 在这个时候便秘的情况 好像更加的严重 好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调养体质呢 先带您认识今天的养生鉴定团 罗明宇 周医师 专长 肤通五脏气血 正确调养体质 增强免疫力 李婉萍 营养师 专长 新陈代谢症候群营养治疗 富有减重营养条例 洛桑加餐 嘉医科医师 专长 抗老化医学 癌症咨询 睡眠调节 好 首先欢迎三位养生达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我们讲到季节变化的时候 这呼吸道非常的不舒服 尤其最近有中国大陆的埋害 还有像是沙尘暴 真的是双重的加害 好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说戴口罩就好 但只要戴口罩就OK吗 或许交通工具也很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VCR 通勤族万头窜洞 上班上课 交通工具 选择哪种最健康 以为靠双脚就对了吗 那可就大错可错 北一研究团队发现惊人内幕 通勤交通方式 吸入空中的细旋浮为例 PM2.5 搭监运最少只有22.3维克 骑士室公车的32.2 和开车的29.2 步行居冠达到42.1维克 几乎整整比捷运高出两倍 甚至从心跳速率变化来看 步行下降最多达到11.6% 相较搭捷运者多上8.6倍 猝此风险相对提高 灰蒙蒙一片 连101都若隐若现 每年11月到隔年3月 东北季风暴到 中国空污飘洋过海 加剧国内埋害 其中以PM2.5为主 占国内污染源超过三成 吐露空污下 民众外出口罩必备 求自保 通骑族该靠双脚 还是大众运输工具 观念恐怕也得改一改 三连成交好朋友 台北采访榜 所以埋害来的时候 千万还不要在那边安部当居 在那边散步很轻松 但小心 这呼吸道的系统 就会受到伤害 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埋害呢 埋在大气科学上的定义是说 悬浮在空气当中的尘埃或是颗粒 当导致能见度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是形成了埋害 它的原因分两大类 一个是工业生产 或是汽油燃烧的时候 释放出来的悬浮为例 另外一个是燃烧农业 废弃物的时候所产生的 好 那么最近呢 也传出说 这个央视的前主持人 叫做柴静 他就认为说 这个埋害的情况 真的是很严重 所以他就自己花了500万元 去拍一些纪录片 而且呢 他就不准他的女儿出门 他说这个埋害的情况 真是太糟糕了 好 我们就要先请教一下 路桑医师 如果说在家里面都不要出去 是不是就OK了 其实马来害是一种空气污染 所以就是家里是相对性的安全 就是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皮肤 就是皮肤比较过敏性的 或刺激性的 然后再来是过敏 就比方说打喷嚏那些都会 对 本来就有过敏性体质的人 就会发生 然后再来是呼吸道 就是比方说你有气壮 或是就是呼吸道感染 这些都会 然后比较严重的是 长期暴露的话 它会治疹肺癌 肺癌很可怕 所以空气污染就是非常严重 这几年就是说台湾 我们发生癌症最多的是大肠癌 然后死亡率第一是肺癌 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周遭也有一些医生 或是自己的学长 就是说他也没有抽烟 然后就是说每天生活都正常 但就是糖尝发生肺癌 而且现在是女性化 越来越年轻化 然后就是这些都是 然后肺癌就是调不了一个关系 一个是抽烟 二手烟 然后就是长期接触这种 就是说油烟器 然后再来是这种就是空气污染 所以就是非常要小心 所以刚刚那个新闻里面提掉 就是说PM2.5 意思是35左右的微克 这个就是长期暴露以后 一定会确定是变成治癌 治癌物 如果长期暴露的话 跟癌症是相对性的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不抽烟 然后家里也没有人抽烟 你不会吸到二手烟 你也没炒菜 都没有这些油烟 你就OK了 但是走在路上 很可能遇到这种埋害 伤害我们的呼吸道 所以这恐怕也是个 致癌的危险因素 好 中医怎么看 对 我们洛杨医师有提到 这个埋害 这个刚才财经在穹顶之下 因为这PM2.5 它的含义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悬浮微粒 它只要低于10的话 就是这10单位 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鼻毛 所以2.5到底多少 它就是我们头发的28分之1 那么的细 它可以穿透鼻黏膜 可以到我们的支气管 到我们的肺泡 它可以沉积 所以它是要心血管 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 心血管疾病都有关系 那我们在中医来说 就是说正气内存 你的体质比较好 那谁体质不好 就老人家 小朋友 还有你这些呼吸道过敏疾病 它容易这个 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症 那这边还是 我们都叫做肺腎气虚 那这边容易就是有过敏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 就是要提供给大家 怎么样预防 怎么样自保 这一道银耳百合汤 我们已经摆在桌上 大家可以一边喝 然后我们请罗医师 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很建议 这个包含秋冬天 包含我们现在春天 可是温差很大 我们可以建议来一点药膳 银耳百合汤 所以它里面还要加百合汤 对 我们做叫色白入肺 很呼应我们的婉萍老师 很强调就是说 这些水溶性纤维 果胶 它对我们的支气管 对我们的肠胃黏膜 上都有一些甚至皮肤 都有一些很好的养生保健 它可以润肺止咳 宁心安神 那味道很 口感应该不错吧 对 怎么样 营养师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很努力的把百合挑出来 对 我刚才在看百合挑出来 有没有办法 百合很贵 而且料多 料多实在 百合一点我们可以药食同源 可以煮清汤 煮一些我们一些药膳都不错 那它本身应该还可以安神 因为它里面很多微量元素 改变美 都是不错 它主要是一个 就是可以保护的作用 对 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练膜 肺部 保护肺部 养肺 对 养肺的作用 那基本上为什么要加红枣呢 你会发现气管不好的人 要把肠胃调好 红枣就是健脾益气 所以你发现 假如你的气管不太好 老人家小朋友 一定要把我们消化系统顾好 我们终于做肺跟大肠相表理 这很重要的 对 吃过了之后呢 对 我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在外面市场上 有卖新鲜的百合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 加工后的百合 那我会建议大家买新鲜百合 因为加工百合 它的颜色要保持这么白 它其实要添加一些添加物 或者可能一些熏的一个过程 所以要买 对 你可以在菜市场 传统的菜市场有卖 它有时候就会在一个 一盒保利笼里头 然后就是有土啦 然后它就会拿出一球那样子给你 对 然后那你回家就怎么样 水沖一沖 轻轻的剥一半一半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跟着这些东西一起煮这样子 所以用新鲜的百合比较好 对 好 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十个方法 可以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对 我们不是只有吃 因为加冰加糖都不是很建议 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有几个动作我们可以 我们观众朋友一些长辈 小朋友 甚至我们上班族整个在冷气房 都很容易免疫失调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一日之际再一沉 所以长起来先给用冷水先洗个脸 冷水不会太冰吗 当然就是我们就是室温下 比如说从冰箱带出来的 这是室温的 因为你说冬天还是觉得 蛮冰的 对 虽然是凉 稍微洗下脸 他精神会比较抖手 第二就是束束口 我们一个晚上 我们嘴巴的一些细菌 事实上是蛮多的 我们束束口对我们口腔的卫生 因为病虫口鼻入 还有按摩 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赶着上班 我们在蹲马桶的时候 还没事做 发现很多人在看报纸 我们可以搓搓手 搓搓再擦擦脸 所以要酥筋通落 还有保暖 这个也不要穿太闷热 那他也不能受着凉 都是要特别去保暖 还有窗户要流通 尤其是公共场所 我们在户外要透透气一下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在冬天的时候好冷 然后家里面很温暖 一定要把门窗给打开吗 对 就是说我们在室内 一两小时把窗户打开 让通风透气 可以稀释我们 在室内里面的一些 比较细悬浮物质 因为外面的空气还是会进来 所以一些看不到的悬浮粒 还是要给它通风透气一下 还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脚的运动 那基本上 这边有些要用醋 这有时候在我们老祖宗 它并没有那么好的抗生素 它用醋熏熏 可是醋我觉得味道很重 我先带一个叫艾草 艾草 对 这个艾草不是在端午节 端午节的时候会出现的艾草 还可以辟邪 艾草它本身可以抗菌 然后消毒 还可以抑制这个属于流感病毒 那你熏熏艾草 家里面的这个病原体会减少 对 还有那种艾草包可以泡澡的 那个也有效果 那不管你怎么稀释 听起来好可怕 很酸吧 对 这鼻黏膜是个刺激 我们这样讲是说不介意 最后这一点可能是要稍微紧身一点 然后温水 蒸汽是比较合宜的 好 除了呼吸道感染之外 我们也要来讲这个诺罗病毒 尤其在这个过年的那个时候 不是有发生诺罗病毒感染的状况吗 好 有人就说它是病毒界的法拉利 因为它真的很可怕 它的症状很多 恶心呕吐 腹脚痛 腹泻 发烧 倦带头痛 还有肌肉酸痛 等等的这些症状 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诺罗病毒 其实诺罗病毒就是说是 我们号称是肠胃道感冒 所以它是肠胃道的感冒 肠胃道感冒 但就是说现在它就是说 常常发生的诺罗病毒跟 就是轮状病毒 就是大家要了解冬天季节性的 常常发生这两种 但就是说轮状病毒 大概都是小朋友 五岁到三岁以下才会发生 但就是诺罗病毒是所有的 就是说年纪从小朋友到 老人都会发生 然后它的症状一定会发生 是恶心呕吐跟拉肚子 是一定会 比较严重的是可能发烧 甚至就是说细菌的感染 然后败血症 所以有些人比较严重 败血症 对 在非洲的话 比方说诺罗病毒 这种死亡率非常高 脱水很严重 所以你发生这个状态的时候 最好就是说你不要脱水 要补充电解质非常重要 然后你脱了油脱水以后 变成后面的问题 甚至就是说肺部感染 腸胃道感染 败血症 甚至死亡率都会提升 所以不能小看这种 当然特别是小朋友 跟年纪大的人 是 是 是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做自我保护 对 其实这样 因为刚好我们最近过年期间 非常多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 我应该就说 既然它是肠胃型的感冒 所以它也是一种感冒 感冒其实跟免疫力 就会最有关系 那你知道常 因为过年为什么很容易发作 是因为过年大家都大吃大喝 所以你的肠胃相对就会比较弱 弱的时候相对这个病毒 就会容易入侵 所以其实它这个解答的是 你平常如果你做的保养的好 它其实不容易侵犯你 但为什么过年会容易侵犯 因为第一个我们会拜拜 拜拜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其实你拜拜的时候 那个滋生的细菌 然后又在那个烟 然后又放很久 然后又可能为了怕食物坏掉 又反复的油炸 然后接下来你一会吃甜的 一会吃咸的 一会吃热的 一会吃冷的 一会吃零食 一会吃什么有的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就是怎么样 就是你的肠胃状况不佳 然后这种病毒 就感染你的肠胃状态 所以还是从肠胃保养先去做起 那说到这个肠胃炎 其实你如果说没有好好治疗 好好去注意它的话 它会有一些并发症 而且很严重 的确我们一般小朋友 这个它的肠胃炎 更是要注意 不能说小朋友含肚子痛 很多家长都觉得 可能就是拉拉肚子 对 那就有新竹市 就有个五岁的小男儿 小男童 他本身就是因为吃冰 肚子痛 拉腹瀉 结果他去检查 原来是大肠穿孔 怎么这么严重 对 因为他就是这个长期吃冰 就消化功能减弱 长期肠胃炎 肚子痛 一下又拉肚子 腹瀉 那就去检查 S1一看 不得了 整个都是白白透明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气体 已经穿过这个我们的腹壁 然后穿过我们的大肠 那弥漫在整个腹腔 所以看不太出来 那赶快做一些 我们的大肠的缝合手术 事实上都已经 产生败血症了 所以肠胃炎 不能等斜四肢 因为它是本身 我们一般肠胃炎 尤其是老人家 比如说很容易造成这个胃出血 贫血 还有胃溃疡 甚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胃是跟我们的贫血 是有关的 而且这种前表性胃炎 事实上跟癌前病变 也有一些相关性 所以胃癌 前表性胃炎 弥漫性胃炎 这都是相关的 不能等斜四肢 好 所以要这个肠胃炎 我们稍微回来要来看看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便秘 便秘大家也知道说 吃吃香蕉 或是喝喝蜂蜜 但有人就说 我吃了喝了也没用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偏方 更好的撇步呢 稍微回来